哈囉 大家好 我是毛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其實呢 我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拍視窗影片了 如果比較認識我的讀者啊 就會知道我有在長期服用類固醇的問題 我的鬧鈴響了 我有長期在服用類固醇的問題 所以會讓我的皮膚比較不穩定 那前一陣子呢 我的皮膚就整個就是 又... 就是... 又... 整個就是... 又... 崩壞了 就是大泛紅粉刺痘痘什麼的疫情爆出來 那種心音就很矮雜 所以就沒有辦法拍影片 那最近總算又總算又總算又總算 比較好了 很開心 那我今天就要來測試新的粉底液了 今天呢 要來實測的粉底液是這一款 RMX的 潤澤無瑕時裝粉底液 但這一款粉底液呢 其實它並不是新推出的 潤澤無瑕時裝粉底液呢 它總共有15個顏色 在官網的介紹呢 它寫說 完美融合了 細緻融合色 與傳奇修復能量 Miracle Brut 濃縮精華 讓毛孔隱形 細紋瑕疵 瞬間消失 面容更加緊緻透亮 就是它在官網上的介紹 那可以提起今天的轉量啊 所以保濕跟修復的功能 對我們來說相對的更加重要 那在實測開始以前呢 請先訂閱寶寶的頻道 並點下鬧名符號 這樣就不會錯過寶寶任何新的影片囉 那就跟著萌萌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上他的臉上之前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擠在我手上的質地 它其實流動性沒有算非常的高 因為我已經呈現垂折狀態的時候 它也沒有立刻流下去 絲毫的部分呢 那我是拿最白的01 在手上推開的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其實它很好推開 你可以看到有點光澤 所以它的保濕度其實是蠻夠的 我已經把我的基礎保養 還有防曬乳都上好 那現在就要來上粉底液囉 它的味道聞起來有種 食物香甜的味道 我習慣會用刷具將我的粉底液推開 其實它很好推開耶 就是我上第一層後的表現 我現在把整個全臉都上完 它非常的好推開 而且乾擦一層的保濕度 我覺得也很夠 再來呢 針對一些比較放紅的部分做加強 它真的有一種很像是甜點的蜜糖味 但是因為早上我吃了可力度的關係 就是我上了一層的粉底液 並針對範圍的地方做加強的樣子 以遮瑕力來說呢 只能給一個中等的分數 那我現在呢 就去把我剩下的妝容給完成囉 我現在已經上好全臉囉 那就讓大家進看一下現在的妝感 底妝的部分呢 我只有再補上一層 By Terry 的蜜粉 其他就沒有再做任何的遮瑕 那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其實我臉上的斑點 只有中路的被遮瑕到而已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早上的9點45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一整天的實測囉 現在呢 已經是下午的3點半了 大概已經過了6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我妝感的維持度如何 大家可以仔細看到 其實呢 它維持的妝感還不錯 不過今天天氣涼涼了啦 所以我出了的狀況也不會很嚴重 那我覺得它實測度其實還不錯 我喜歡 在控油方面其實還不賴啦 以我這種會出油的肌膚來說 其實它維持的還不錯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現在呢已經是晚上6點鐘了 已經經過8個小時的時間了 今天呢外面天氣涼涼了非常舒服 所以我也完全沒有補妝 那我們就來看它原汁原味的樣子 大家可以明顯看到就是 用我的臉是混合肌 T字部會容易出油 所以鼻子方面就是 有出油的狀況 那它的控油算是一般 那遮瑕力呢 因為是中度 所以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那控油度我覺得表現普通 就是 一樣都有出油的狀況 持妝力呢 我覺得其實6個小時的時候還是好的 一直到8個小時的時候 開始已經有點不行了 而且大家可以特別看到 我法令紋的部分 也很明顯出現細紋的狀況 浮粉的狀況也算是有一點點的嚴重 以冬天的保濕度來說 它算是還不錯 我覺得呢 它可能比較適合皮膚好的人 就是因為它遮瑕力沒有那麼高 所以對於 臉上的斑斑點點啊 遮瑕力可能沒有那麼高 不過呢我覺得中途啊 如果再補一下妝 其實就可以彌補一下它的持妝力了 整體表現來說呢 我覺得以冬天比較冷涼的狀況下來說 像我們這種會出油的混合肌 我覺得是還OK 但夏天可能就會比較快崩壞了 我覺得LAMEH的這款粉底液啊 重點是在它厲害的修復保養成分 而非高遮瑕或是高持妝力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囉 那以上呢就是我第一次使用LAMEH的這一款 潤澤無瑕時裝粉底液的實測心得 希望對大家有所參考價值 那記得給影片的幫助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個實測影片見囉 掰掰 潤澤無瑕時裝 潤澤無瑕時裝 我每次記這個名字都要記好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直接用看著唸 終於唸對了 我看著唸的 我看著唸的